中央新聞,我是玖婷 來看,我就要感謝這個 好方百年事件發生 這種話跟副中心 今天在民族台下基盤了 反百有禮,快樂有禮的 方博客人 透過這個外面的活動 學校保護自己 也感謝對這個百年的驚訝 在立委殿入魂,官議館 劉秀鋒 也來給這個社會國界的 作為關懷的活動 表面發生了好方百年事件 本來這幾年,好方百年事件 一直團出來 為了感謝好方百年事件 再度發生 這話跟副中心 今年蘇加這段經費 在北地民族台下辦理一張 反百有禮,快樂有禮的 書記方博客人贏 這回中搖搖搖請出選團體 和各民代表作為參加 立委殿入魂和官議館劉秀鋒 也作為選擇反百年 反百年 反百年 快樂有禮 快樂有禮 掃心點掃心 掃心點掃心 一起反霸凌 一起反霸凌 反吸毒,反霸凌 那我們一直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也希望說我們小朋友 在學校的時候,不管在那個角落 那我們都可以保護著我們自己 照顧著我們自己 那以後,我相信你們 還可以照顧更多的人 鄭阿姨在這裡跟我們這些同學 跟這些小朋友 跟我們的長官 共同來取取我們自己的小朋友 共同來期待我們這些小朋友 希望你們今年的那個,暑假的夏令營 有一個非常不一樣 有很多目的收穫 就讓各位小朋友 能夠把我這三天的時間 好好的來學習 好好的來認識 什麼叫做反霸凌 然後見得各位同學 回去多加宣傳 這次參加學黨有一百十位 透過三天兩位贏堆 讓這學黨如何把所有的 犯罪以後 犯霸凌 祝我保護 頂地勢 便做自己保護 加湖主持 王晉公 真感謝各位贊助 讓哈林英華當 是順利去辦 張化家糊 今年的暑期夏令營 緩霸由你 這個活動 今天正式展開 那我們謝謝所有的贊助單位 包括張化、園林、田中區 胡佑委員會 還有義達私職會 義達慈善會 然後最要感謝的就是我們 鄭如芬 我們鄭立委 一向對家糊的這些弱勢兒童 還有家庭都非常的照顧 感謝他在百忙之中 來關心這些小孩子 也希望說今天這些 我們家庭的弱勢兒童 能夠度過三天愉快 溫馨 還有體驗的一個活動 讓他們能夠更成長 這個哈林涯 活動內容是相當的座 用這上街組織的 體驗休息 讓這學習犯罪以後 先活化 讓每一個小孩 所有的地獄 住在家裡也好 先為這犯罪以後 也是犯罷人的 山道小煎兵 謝謝新聞 下邊看 第一次報導 消息 對 到 到 結果 感谢观看